跟随房仲走进屋内 明亮的空间是给人的第一印象 注入在北市的案件 因为地段交通方便 询问度非常高 正因为正处蛋黄区 价格非常昂贵 想要入手 恐怕得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能力 在台北市区 因为疫情过后 加上环境的影响 现在就是包含有利率的升息 再来就是大家讲的通货膨胀 那这也反映到像建筑成本 营业成本都升高了 所以其实在这段过程中 在年轻人族群 他们想购物的条件预算上 大部分都会落在 大概一千万至两千万这个区间 像这样格局方正 又坐落在内湖的三房两厅 含车位的案件 至少五六千万起跳 一般年轻上班族根本买不起 高房价影响 购物年龄出现递延 根据房仲业者 购物制住宅贷款统计资讯 比较2013年到2023年 购物年龄占比变化 虽然30到40岁 仍旧是购物主力 但是40到50岁 以及50岁以上年龄层 购物占比几乎全面上升 台北市购物主力年龄 更是转移到 40到50岁这个区间 年长的民众 具有更多的工作财富累积 也凸显了年轻人的困境 为什么在台北市区的区块 现在比较少 有年轻人购物的原因是 预售屋在两房的产品 加上一个车位 如果是在市中心 像是台北市信义区 大安区 松山 内湖 南港 只要是新屋的条件下 基本上两房带一个车位 中价已经逼近到 接近3000头 甚至3000出头 那这样的一个室内坪数 大概也只有15坪 至18坪的一个空间 所以其实在 年轻人在购物的选择上 第一个当然 还是希望说 坪数比较大一点 那最终呢 客人也是因为 在台北市区块 因为在负担的 房贷压力上会比较大 所以大部分客人会移转 至像新北市 详细看到数据 七都当中 台北市房价最高 2023年购物比例 30到40岁26.7% 40到50岁占比 则上升到33.7% 50岁以上则达到三成 都超过了30到40岁的占比 新北市50岁以上 交易占比高达21.2% 仅次于台北市 民众表示高房价 想都不敢想 就连存投席款都是问题 房价的高涨 但是这四年来 薪资水平 其实没有涨幅很大 所以如果是购物主要购物 它需要更大 更多的时间来准备 这个投期款的部分 所以存款的时间 它也导致购物年龄地延 而40岁购物以下 占比最高的是 落在新竹县市 56%的占比是七大度汇区当中最高 专家分析主要是因为竹科的关系 年轻工程师存钱比较快速 但就算是新竹县市 40到50岁还有50岁以上购物占比 也明显增加 如果没有家人帮助 年轻人买房难度增加 就连生活开销都是问题 这40到50岁这区间 其实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中间人士 它这样子区间的这个年龄层 他们的这个薪资水平相对较高 更有这个能力能来购买这个台北市 或是这个六都都会区的这个房产 所以导致这个购物年龄 贷款的这个年龄地延的情形 而在520之后掀起一波房市热潮 根据市调机构统计 近两次新政府上任当年度新案价量 发现七都的进场个案 总计约741件 比起过往增加近一成 变化幅度算不大 但房价就很惊人 2020年单瓶仅35万元 2024年每瓶却飙到了52万元 四年来就增加了17万 平均每年涨4万多 年增率直比5成 而且未来只会越来越高 可以观察到 以过去跟现在的一个差别来看的话 现阶段年轻人 他除了面临到高房价 所造成的高头几款的门槛之外 那另外而言的话 也可以观察出来 就是在现阶段的薪资的部分上面 除了科技业之外 其他行业的这个薪资 他们相对都会比较偏低 那当然在这个选择上面而言的话 确实就会累积的速度会比较慢一些 房价一去不回头 价格不断水涨船高 在年轻人薪水仍旧归宿的当下 就连存个头期款也成了蛇球 TVB新闻王新闻来一名台北产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王APP